先來看到疫情的最新 一名在澎湖馬公市租屋的50多歲女子 日前她去過台北 5月20號她從高雄返回到了澎湖 27號出現了不適 兩天後就醫初步發現她的胸部X光片 兩側一次是感染肺炎的 已經呈現了昏迷 目前在醫院的家戶病房插管治療中 澎湖縣政府現在擔心婦女是染疫的 醫程序通報 也先一步匡列接觸者採檢 並在婦人的活動區域來清銷 是否為確診個案 現在縣府說要等到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來判定 接下來關心連線焦點 29號晚間中華郵政再新增了兩名人員確診 分別為台北南港郵局的郵差 還有新北三重郵局的郵差 他們的感染源至今仍然是不明的 截至目前為止 中華郵政已經累積了11名的人員染疫 更多內容我們連線給記者趙沛宇 室友直播各位觀眾 中華郵政及一名京南郵局 快篩陽性窗口人員確診後 29日晚間再增兩名郵差PCR檢測確診 截至目前為止 中華郵政已累積11名人員染疫 根據道結確診的三重郵差 生活單純 平時起腳踏車上下班下班後 就返家感染源人不明 目前他還在反覆發燒中 尚未進入醫院收治 而與他密切接觸的員工有10人 目前核酸檢測都呈現陰性 還在等待核酸檢驗結果 而在結果出路前都會進行隔離 至於另一名快篩陽性後來確診的 台北南港郵局郵差感染源也不明 不過匡列的11名員工快篩 和核酸檢驗結果都呈現陰性 以上最新主播 好感謝大家現在已經在子頻陸續的來斗內了 我們先感謝一下免疫肥宅說 姐姐沒有人這樣的啦 怎麼會是你報新聞呢 我還在賴床呢 沒關係床上一樣可以聽 然後也感謝這個 都是免疫肥宅的斗內 很感謝你 然後另外主頻的話 我來看一下主頻呢 還有我們有人加入了 是這個Leopold Food 也感謝您的這個斗內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新聞了 首先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在本土疫情的部分 其實現在本土的病例 連續14天破百 確診人數突破了6000人 死亡人數累積了78個人 我們說的是近期 但是已經來到了99個人 已經是罹難了 雙北醫療量能亮起了紅燈 對此台北市的醫師職業工會 29號晚間 是以北市聯醫仁愛院區確診重症爆量 政府別再置之不理 為題發出了一個新聞稿 這邊剛好但您看到了 這篇圖片 您可以發現到他講到 5月15號 普通病房的15床確診病人 0床需要呼吸器 也是插管 小於5人需要額外供養 到了5月29號的時候 普通病房 54床的確診病人 13床都需要呼吸器 加護病房 11床的確診病人 全部都需要呼吸器 他們講的是現在的醫療量能 完全已經超過 他們能夠負擔了 但是不斷超出的北市聯醫仁愛院區 卻不在上方 希望北市府跟中央部會 針對管轄範圍內的醫療量能 要做出有妥善的安排 而另外新北市的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他們收住了一家三口 都確診的案例 這個case呢 我們要特別講到的是 你看到這邊了 他是一個92歲的老母親確診 他有兩個兒子 都是60多歲的長子跟次子 他們三口 一家三口 現在都確診 但比較麻煩的是 也是因為現在目前的醫療量能 已經超過了 所以這名60多歲的長子 目前送到了其他縣市治療 其實他們原本都是輕症的 但整個病情是急轉直下 長子送到了外縣市 而次子呢 60多歲的次子 他戶外帳篷區插管什麼意思 原本是輕症 後來突然整個病情變嚴重了 所以他就必須要插管 但因為現在急診室的病床 已經全部都滿 90多歲的老母親 他眼睜睜看著兒子 要被送到戶外帳篷區來插管 眼淚直掉 也讓這醫院的急診室醫生 他叫做沾針醫不忍鼻酸 幾乎說醫療量能真的吃緊 病床數真的撐不了幾天了 而我們就來看到現在目前為止 病床數就是怎麼樣呢 指揮中心有公佈了 就是北市現在有682張的空床 引發了台北市政府的不滿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要求中央 你不要坐在辦公室裡面看數字了 昨天的記者會 他更再度發飆 他說誰呢 他說衛福部次長石重良 你不要再講插話了 如果你當時石重良 你還在台大醫院的話 我早就病例都砸過去了 真的是鬼扯 不是幾個房間 不限一人儀式 就可以自動乘以二 來房間轉換都是需要時間的 柯文哲就怒轟說 你中央官員不要只會坐在辦公室裡面 看報表 這種口水戰 我就不跟你進腳了 但是呢 要趕快拿出病房書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前一天才為指揮中心宣稱 北市有六百多張病床 炮轟中央頭殼壞掉 隔天顯然怒氣未消 再度開標 照雙北市長質疑 像活在平行世界的指揮中心 就算再公布最新病床數字 也是讓外界難去除疑慮 難怪柯P標準化 不過柯文哲畫風一轉 點破疫苗 台灣根本不是買不到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可以買 去年就花兩千一百億了 現在聽說要花多少錢 六千三你知道 抽十分之一 抽六百億 買疫苗就把這個事情就解決掉 買疫苗解決 你不解決 然後再搞個六千億 白條花也不用那麼多錢 我覺得還是 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從疫苗數量到紓困措施 蔡政府的大內宣沒停過 柯文哲看不下去 忍不住實話實說 全世界已經有十八億了 將近十八億的疫苗已經打掉了 台灣要買個五百萬 不是那麼困難 做該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去做那個 奇奇怪怪的事情 雙北為防疫努力 甚至為封城做好準備 執政黨卻是一年多 疫苗還看不見 過不去的意識形態 也讓百姓質疑蔡政府 防疫的決心到底在哪裡 借牛陳李宣 台北報導 感謝網友的斗內 我們看到阿信說 這個配身早安 製作人早安 還有葉大雄早安 然後伏地魔說 中天最有戰力的這個殺氣的沙沙 陳時說換了髮型 是要減少暴力之氣吧 陳時中說世界趕不上台灣 大家要支持等到七月的國產疫苗喔 那他持續會用愛心溫暖的心 要改變我那暴力之氣 期待我的加入 對 是不是被我的這頭捲髮 給柔和了起來呢 今天看到你的斗內 感覺用字遣詞也更加的溫柔了 非常感謝你們的斗內 好 那另外我們來點點名好了 首先我看到了呢 包含的是飄過咖啡廂的城報 製作人早安 那另外看到了曹金明 陳英太 然後還有林辰 朱朱說指揮中心都看不到嗎 我不知道指揮中心是不是認為說 已經關台了 所以可以屏蔽掉 他不想看的這一台 好 看到許願跟我們問身早 志成也跟我們大家問身早 還有這個Handsome 他說蔡政府爛透了 然後這個呆彎狼說這裡是紫瓶喔 對 大家可以換房間過來這邊看 然後看到了葉大雄 看到了黃世安 然後這個 新爺說 陳報製作人早安 能教一下如何快速的訂購水神嗎 對 我們等一下應該也會安排 還有哪裡可以裝水神 目前其實有這個免費可以裝的地點 很多地方可以裝 等一下會跟你說 好 看到了林中翰 看到了松妹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這個 剛剛聽到的柯文哲 這個昨天下午的這一番話 讓大家直接大快人心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當然是因為柯文哲 你跟石崇良之間 也許有一些辛仇舊恨 我們不管他昨天是針對的病房數 就他看起來就是真的不夠 而指揮中心只看帳面說話 認為說反正可以乘以二 一人是不是可以兩世 應該是兩人是不是可以一世 直接單純乘以二 但是完全不是這樣算的 無論如何昨天這一席話 讓臉書粉磚聲量看政治 也去做出了一個統計的分析 這才發現呢 柯文哲的聲量 從28號的81499筆 飆高到了在昨天開始 356745筆 也創下了近半年來的聲量高峰 這並不是大家覺得說 柯文哲現在是怎麼樣 換大家造成柯文哲並不是 而是柯文哲 他身為一個地方的首長 他講出了地方的困境 現在看起來真的不要再幫我們 目前的疫情擦枝抹粉了 我們沒有擦枝抹粉的空間了 雙北首長也積極地進行了 第四級的這個警戒兵推演練 指揮官程中他卻說 下下棋不是一件壞事嘛 不要加重第一線的負擔 這樣的用詞 顯然覺得雙北市長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了呢 那現在有一名新加坡的防疫醫師 他也提出了市警 全台疫情最緊張的新北市 框出了八個行政區 還有一百二十三里劃入十四個熱區 裡面大約有五十七萬多位市民 承受的染疫高風險 而目前最受關注的永和區 儘管戰戰兢兢 還難有把握可以控制住病毒蔓延 早在五月初就訂出四級警戒的戰備計畫 侯友宜配合中央隨時演練 但是指揮中心的看法不僅如此 地方政府做相關的一個兵推 我這邊指的說下棋就指的就是說 在桌面上或各種的演練 那是可以去做的 不要再加重第一線的負擔 讓他可以專心去做防疫 看著熱區的確診數字 隨著死亡數字不斷攀升 29號又再度創下了新高 熱區臨近區域疫情也受到影響 勢必要進行四級警戒 管制人車行動 國外醫師建議要有最壞的打算 台灣在過去的一年多 因為防疫的成功 台灣的醫療體系 對COVID是完全沒有經驗 防疫的表現 跟我們之前的想像 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在過去的一年 可以是完全的沒有準備 不管是在各種量能 還是一些臨床的指引 國內有專家認為 新北市有幾個熱區 情況並不穩定 未來如果出現向萬華的外疫散播 就應該考慮升到第四級 但是指揮中心 不多協同配套準備 恐怕一旦必須採取強制作為 又會慌了手腳招惹民怨 記者謝文祥 王一仲 台北報導 等下 指揮中心 第四級 字幕提供